Hello,大家好,我是小杨 这是刚从超市买了两块鸡胸肉 花了7元钱,价格非常的经济实味 今天就用鸡胸肉给朋友们做一道好吃的美食 也非常适合正在减肥的朋友使用 下面一起来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鸡胸肉清洗干净之后,从中间对半切开 然后再改刀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,收入盘中备用 下面我们再来切点姜丝 再切点葱片 再准备上半根胡萝卜 先斜刀切成薄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 葱姜和红萝卜切好之后,收入盘中备用 下面准备上一个绞肉机 把鸡胸肉倒入里面 葱姜和红萝卜也倒入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葱姜和红萝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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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稍微搅拌,等待丸子进行之后,用铲子轻轻推动一下 然后盖上盖子,煮上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再把切好的金针菇撒在上面 搅拌一下,盖上盖子,继续炖煮两分钟 现在丸子都已经漂浮起来了 在里面加点小末香油和少许的白胡椒粉 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上面再撒点小葱花就可以食用了 好了,一道非常美味的西红柿鸡肉丸就这样做好了 夏天吃饭没有胃口又想减肥的朋友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鸡肉丸子非常的秋毯 而且它的口感也比较嫩滑 喜欢这个做法的朋友赶紧动手尝试一下吧 我是小杨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